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謝謝國軍 在這段時間 除了要保家衛國之外 還要來守護全民的健康 國軍真的很辛苦 所以今天特別來台中的國軍 台中總醫院來看大家 給大家打氣 也希望我們一起把疫情能夠控制下來 而且讓整個社會能夠脫離疫情的陰脈 讓我們可以恢復到正常的生活 不過這段期間 不論是中央指揮中心 還是各地幫政府的團隊 大家都辛苦了 全國的疫情也是曾下降的趨勢 也曾穩定下降的趨勢 這幾個月以來 台中的疫情也不見趨緩 但是確定案例還是屬於比較多的縣市 這表示我們在台中疫情 我們還是要持續地繼續地加油 一定要把台中疫情在最等的時間內 把它降到最低 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一起讓我們守護台中市民的健康 我要再次代表人民 來特別感謝這次投入防疫的醫療院所 以及醫護人員日以繼夜的投入 在這個月初我是到了彰化基督教醫院 今天來到國軍台中總醫院 除了瞭解第一線的狀況 也要特別感謝國軍台中總醫院的努力 我剛才看了一下 精神跟心情看起來都不錯 這表示雖然辛苦 但是得到人民的肯定 我相信我們在座所有的醫療醫護人員 都感覺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使命 讓我們也努力達成使命 受到人民的肯定 這是一個讓人民會很快樂的事情 國軍台中總醫院 是我們重要的站會 醫院根據醫院保護 不僅服務中部地區的民眾 也協助馬里西域的衛生所探診等治療 守護我們離島的民眾的健康 過去兩年後 除了防疫國軍台中總醫院 兼顧國軍官司兵的疫苗施打 以及PCR篩檢的任務 也讓我們開設專者病房 還有幫我們民眾施打疫苗 但真的很辛苦 而且在實行工作的過程中 也有病的風險 但是我們國軍不怕 我們用完之前 這段時間 大家的努力 得到民眾的感謝跟肯定 也有很多企業支持 國軍台中總醫院防疫的工作 民眾的防疫跟民生的布置 在剛才的簡報當中 我們也看到國軍台中總醫院 為了戰役複合式的醫療戰 是獲得各方民間環體 和善心人士的捐贈 興建而成的 這個醫療戰用戰勝疫情 等戰役來當作戰 也展現出我們軍藍 敏愛軍 一起努力團結對抗疫情 從洪院長剛才的說明 我們也可以了解 國軍台中總醫院持續配合防疫政策 推出了特項服務 像是視訊診療 快三癢給藥的 得來術等等 這些都是對民眾來感 是非常有感的服務 我們也非常關心醫療的問題 我相信整個社會對疫情的處理過程中 對我們的小朋友和照顧 這個社會都特別關心 所以我們院內也開設了 兒童專用的律師通告 強化守護等能量 我們也希望持續提升兒童的防護力 從上個月 指揮中心開放的5歲到11歲 本龍接種疫苗之後 也協助我們6度設置大型的接種戰 在台中這個地方 就設在我們的自然科學合物版人所在 這前幾天 第二季5到11歲的 兒童輝瑞疫苗也已經開到 國軍台中總醫院也有提供 本龍疫苗接種徵服務 不論怎麼說 小朋友也不是優先的 另外 我們這個月院 指揮中心的專家會 將會討論6個月到5歲的 幼兒的疫苗施打 所以如果這個決定做成了以後 從配送到施打 我要請我們的指揮中心跟我們的地方 做好溝通協調 也務必能夠作善規劃 讓我們的小朋友得到最好的照顧 我們也希望中央地方攜手合作 提供我們的家長跟小朋友 更舒適 更方便的服務 我相信國軍台中總醫院 一定會持續全力營服 我們國軍台中總醫院團隊深呼眾人 現在也在執行建醫療大樓計畫 我特別感謝你的護理成家 還有對腸臟機構的照顧 我們不但在這種疫情之中 小朋友需要特別照顧 我們老人也需要特別照顧 所以配合我們的台中市政府 到長照機構去服務人家 還有我們的護理成家 我都覺得我們國軍 在首度國軍的健康之餘 還可以照顧這個社會上的人家 我也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要讓這裡成為我們中部地區 居民心中首選的醫院 我對大家很有信心 今天 吳修燕市長 還有蔡啟昌 副院長都在現場 我相信只要中央跟地方齊心協力 我們一定會度過這次疫情的挑戰 穩健的走向疫後正常生活 所以我要再次感謝 全體入不同人的努力和付出 謝謝大家 大家加油